胃蛋白煤2偏高是癌症吗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李康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肿瘤外科副主任医师 胃蛋白煤2偏高和癌症并不是一定相关的 事实上胃蛋白煤是在胃当中 一共有两个亚性 分为胃蛋白煤1和胃蛋白煤2 胃蛋白煤2主要是 胃里面的一群特殊细胞分泌的 它在血液当中 一般情况是成为一个比较稳定的浓度 但当有一些 例如肠上皮化生的时候 它会升高 所以说胃蛋白煤2的升高 和胃癌没有绝对的相关性 事实上胃蛋白煤2 和胃底粘膜的一些病变是有关系的 如果要诊断胃癌的话 它的经标准就是应该去做一个胃镜 如果长时间出现的胃部不适 或者是消化不良的时候 然后这个时候你去做个胃镜 更能够明确到底 是不是胃上的疾病或者胃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